大家好 我是百琳 我英文名字是Mia 我現在是住在台北 Mia 目前你從事什麼樣性質的工作 我目前從事的是金融保險的工作 那其實我還有一份工作 是做那個網路行銷 那個部分的 那因為我本身喜歡自主性 工作自主性高的一個工作內容 那能不能談談你 為什麼這麼喜歡你目前的工作呢 因為我本身的特質是 我是很喜歡學習 然後很喜歡分享 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經驗 所以我因為我是從事金融保險業的工作嘛 那所以是在輔導 一些需要 做理財規劃的一些朋友 然後進行他們的一些財務 規劃的上面安排 那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知道一些 除了節流部分以外 還有一個開源那部分的一個 一個一些開源的一些 減差收入的方法 所以我就我的工作性質上面 我就會去做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然後把生命中的成功經驗 跟其他人分享 協助其他人可以做好他們的財務安全 不要邁向財富自由的道路 財務上面的最大的幫助啊 有一個牧師曾經這樣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只能 中期一生只能提供人們一個心理上的撫慰 在他們在遇到不管生命的大小困難當中 他只能提供生命上的撫慰 可是呢 他如果說他可以再重新選擇一份職業的話 他想要做保險員 為什麼 因為他保險員他可以提供他們的是一個 家庭生活安全上面的一個 一個財務安全上的規劃 然後協助他們可以度過很多一些困難 在經濟預算不夠的情況下 也可以做好這樣子的一個保障 那我自己本身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還協助他們是去做 有紀律的一個存錢的一個規劃 所以我給我自己一個slogan是 我是財富自由的導盲犬 然後精彩樂活的那個樂活兔 百林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點 我覺得他很熱情很可愛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真的就是那種很想學習的精神 是非常值得別人去 就是非常 應該引以為保那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做了內情做了十年 可是他還是不放棄 就是說他還是想去學習新東西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願意去幫助別人 那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我覺得百林是一個非常樂於分享的人 他懂得把自己懂得的一些知識 去分享給自己身邊周遭的人 甚至他把他自己會的 然後也很樂於去幫助身邊的人 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非常的喜歡 這是我會想要交的一個好朋友 Mia她非常的熱情 對客戶非常的貼心 她把顧客當作是朋友 然後我覺得當她的顧客會非常的好 因為她會照顧她一輩子 Mia她這邊她有在2010年的時候 她開始放棄她之前穩定的工作 不斷的去學習 好想要創造更多的一個財富收入 這點的話是蠻值得我們學習 因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那她做這麼多的準備 相信機會來的時候 她可以針對這個機會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發揮 Mia她是一個熱情愛分享的好朋友 Mia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她是非常熱心熱情 然後喜歡助人的一個 又喜歡學習 其實每次看到她的快樂 看到她笑容 我就覺得說 這一天的煩惱都沒有了 奶爸 你覺得Mia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我覺得Mia給我的第一印象是 她畫好多喔 可是 後來我了解她之後才知道 她這個人真的非常的熱心 像這次我們團隊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照照片 那 因為她最近又開始學Photoshop的那個 美工軟體 那大家就把那個個人獨照寄給她 她就很義務的 也不收費 然後就幫我們每個人都做區背的照片 讓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把美美的照片 然後合到我們自己的那個背景圖上面去 讓我們的網站就變得非常好看 我們團隊裡面其實就是需要這樣的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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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